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船上的枪炮依然指向天空 约克顿号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 66年前那场异常激烈而精彩的战斗 交战双方是通过什么样的军事计谋 来进行较量的呢 美国海军又是怎样以弱势打败了强大的日本海军呢 1941年12月7号清晨 日本海军对夏威夷瓦虎岛上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珍珠港基地 发动了突然袭击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偷袭成功后 日本国内群情激昂 军队里更是士气大仗 我们这里有一份日本海军少将千种订单 当时写下的日记 来看一下 12月23日清晨 机动部队驶过丰厚水道 不一会儿就看到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四国岛的高山 这时岸上部队派出欢迎的飞机 在舰队上空盘旋 海洋防卫部队的舰支 在凯旋归来的胜利者的左右两侧 自豪地巡逻 千种少将写下这篇日记的时间 是1941年12月23号 内容当然是日本投袭珍珠港成功以后 凯旋归国的情形 但是成功策划投袭珍珠港 并指挥作战的人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 对这次胜利并不满足 他的胃口比之大 他要的是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全部撤掉 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 在日本赖湖内海西端的海面上 停泊着长门号战列舰 舰上的长官室内 山本五十六正在读一份报告 什么报告呢 是根据日美两军的材料整理的 偷袭珍珠港战国报告 报告中说 美国军方对自己的损失丝毫没有掩饰 美国人损失这么惨重 还敢说实话 这样的对手就该狠狠地走 山本五十六发火了 这就是山本五十六 他看上去文质彬彬 神情犹豫 别看他身高只有一米五九 内心且倔强刚健 而且他胆大心细 身谋远虑 非常有代兵的才能 他的部下和同僚 对他是高度信任 1941年 山本五十六把自己和日本 都押在了珍珠港上 那一回他赢了 他成了日本富如皆知 家喻户晓的英雄 也成了日本海军的军神 面对胜利 山本并没有丧失理智 他非常清楚 美国的生产能力 比日本要高出很多倍 一旦他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 日本就很难获胜 所以必须迅速摧毁 美国海军的剩余主力 日本才有赢得战争的希望 珍珠港这一仗 他赌赢了 赢得很精彩 但是赢得还不够 他还要赌更大的一票 山本五十六 命令参谋长与元禅 和他的幕僚们 立即拟定第二期作战计划 日本军人耀武扬威 美国军队可就不一样了 这时候 他们似乎还没有从珍珠港 被狂轰滥炸的恶梦中醒过来 偷袭过了三个星期 1941年最后一天 尼米兹上将临危受命 当上了太平洋舰队司令 偷袭珍珠港 给美国太平洋舰队 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完全被炸沉的 一共有七艘军舰 里面有四艘战略舰 一艘靶舰 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布雷舰 受到严重损害的有六艘 有两艘战略舰 两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 另外 还有两艘战略舰 一艘受到中度损坏 另一艘受了轻伤 损失的飞机有450架 死亡的人数是2400人 另外 还要近两千人受了伤 一个完整的舰队 就被炸成这个样子 刚刚上任的尼米兹 手里接的就是这个烂摊子 而且这个时候 很多人并不看好他 那么尼米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这里有一份他的简历 我们来看一下 Chester William Nimitz 1885年2月24号出生 1966年2月20号去世 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军事家 他生在德克萨斯的 Federsburg牛仔的故乡 一生指挥过很多著名战役 其中有珊瑚岛海战 中途岛海战 所罗门群岛海战等等 这位老兄一生战功赫赫 对海军贡献特别大 所以在他死后 美国海军建造的第二代 核动力航空母舰里面的第一艘 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也就是后来的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日本海军密码不断升级 自明得意 意外是导致密码陷落 美军夏威夷情报站 过亿密码 究竟什么地方 才是日军下一个准确的进口目标的 档案正在揭秘 可是在1942年初 尼米兹刚刚接手太平洋舰队的时候 战果可不怎么样 以至于他在给老婆的信里面 写下过这样的话 如果能干上六个也不下台 那我就算够幸运的了 公众也许要求我快点行动 做出成绩 可是我做不到 话是怎么说 其实尼米兹心里整天盘算的 就是要和三本五十六较量一番 报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但随后 日军很快把他们的密码体系升级了 美军再要想了解日军的动向 就麻烦了 红密的印字机 接着 日本外务省又改进了九七式欧文印字机 然后取代红密体系 成为日本整个外交系统广泛使用的战略级密码体系 这个体系被美军情报人员称为紫密 一九四零年八月 美国通信情报处成功地破解了紫密 紫密破解后 美国其实已经知道了一个重大秘密 日美谈判必将破裂 日军很可能会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 可惜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这个信息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最高层足够的重视 结果后来就有了珍珠港的惨剧 日本海军随后使用了舰队密码体制 这种密码也被叫做海军暗号书地卷 是高级司令部才能使用的 属于战略级密码 这种密码系统 它的主密码是由四万五千个五位数的数码组构成的 复杂吧 还要比这更复杂的 为了增加安全性 还要配上五万组也是五位数的乱编数码组 什么叫乱编 就是任意挑选 就是说通信的时候 发信人会任意挑选几组乱码数 其中一组就会告诉收信人 是在哪一页哪一段用它的密码 主密码基本上是不变的 但是乱编数码组经常会变 目的就是让你查不出来 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说起来很复杂 我自己说着都晕 我想还是来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可能就更清楚了 今天我们介绍一种最简单的密码工作原理 别看它简单 过去很多间谍都是通过它来传递情报的 这种密码使用起来很简单 都不需要密码本 任何一本普通的书都可以 只要双方是同一本书就行 比如这本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红楼梦》 双方约定好在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频率打开收音机 就会听到一连串的数字 来了 5555 1289 559214 6091618 我们现在来看看收到的几组数字 一共是一二三四五组 第一组前面三个字 代表的是书的页数 第二组前面两个字代表第几行 后面两个数字代表第几个字 我们现在拿《红楼梦》来对一下 555页第十二行 这段密电翻译出来就是 代遇已归顺 当然 日本海军使用的密码 不会这么小而刻 按照惯例 这样的东西看过以后 是不能保留的 好 日军这个舰队密码体制 被美国情报人员称为 JN25B 其中 JN代表 日本海军 日本海军 25是识别编码 B呢 是升级的版本号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 日本人把这个JN25B的版本 升级了十二次之多 所以长时间里 美国情报人员 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破不开 非常头痛 这种不光彩的胜利 密码破译 海军动用了他所有情报部门的力量 来破译JN25密码 这里面主要有菲律宾情报站 StationCast 夏威夷情报站 StationHypo 和华盛顿的海军总部情报站 OP2OG 也叫 StationNegat 这里面M指的是 Navy Department 海军部 此外 美国还向盟国请求支援 包括英国的远东情报站 先是设在香港 后来转移到新加坡 西兰 还有 荷兰的核属东印度群岛情报网 所有的密码破译员 都在同时截取JN25的大量通讯 破译后 转交给美国海军情报网 整个人还在海军团上 我现在的国外 去将海军团队 要在海军团队 现在看到海军团队 这个人还在海军团队 现在是海军团队 在海军团队 和海军团队 那是海军团队 这是海军团队 可以被调到海军团队 上海军团队 1918年毕业于新泽西州斯蒂温斯理工学院 同年以少卫军衔入海军服役 Rochford外表文静 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 但在他低调的外表和木脑下 藏着坚定果敢和不折不挠的本性 他早先的愿望是当一个海军航空兵 虽然命运之神并没有让他早早地成就一个简单的梦想 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 让他阴差阳错地释放出天才的能量 Rochford在舰艇上一待就是好几年 闲暇的时候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玩拼字游戏 整巧 阿尔ゾ纳战略舰舰长Chester Jersey 也喜欢拼字游戏 两人闲下来就常在一起玩 Jersey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他有超人的想象力和匪夷所似的联想力 一九二五年 Jersey舰长调任华盛顿海军部 刚一上任就听说 海军部需要一个精通数学 联想力超凡 想象丰富的家伙 来钻研一门全新的学问 密码破译 可是 他们却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Jersey听说这件事后 笑了 他说 你们要找的人在我的船上发霉 已经发了好几年了 就这样 Rochford成了美国海军情报处 第一个密码研究组的成员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日本 这个迅速强势崛起的东方帝国 一九二九年到三三年 美国海军部派出四个年轻的军官 到日本去学习日语 研究日本文化 Rochford就是其中的一个 到了一九四一年 Rochford被派往珍珠港 任夏威夷情报站站长 这时候 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专家 精通日语 熟悉日本文化 他上任之后 亲自挑选了一批 当时海军最优秀的密码人才 和语言天才 尽管如此 直到一九四二年 Rochford面对JN-25B 依然是一筹魔展 美国海军截获了大量 日本海军电文网来 显示出 日本海军近期将会有大动作 可是 因为密码没法破译 美国海军还是搞不清楚 日本人究竟要干什么 可是 一九四二年一月 美国人的好运气来了 一月二十号黄昏 日本海军一号一二四潜艇 奉命在澳大利亚海军基地 达尔文港外铺设水雷 遭到美军驱逐舰和三艘澳大利亚快艇的围攻 沉没在五十米深的海底 美国派出潜水员潜了下去 在日本潜艇的残海里面 发现了一支保险灰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很特殊 它的纸张上面 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签 这东西一看就是密码本 由于一号一二四是日本海军的大型潜艇 美军判断 他们找到的是保密级别相当高的密码本 密码本很快到了洛西弗尔的手上 他发现 这个本子 原来就是让他头疼了很长时间的 日本海军密码体系 JNLB 而日本海军并不知道 一号一二四潜艇被美军击沉了 还以为潜艇沉没是一百事故 他们万万没想到 他们的密码本会落到美军手里 所以此后还一直照常使用JNLB 关于JNLB密码破解的故事 英国人曾经派了一个纪录片 里面用在线的方式展示了当时的情形 1942年5月初 JNLB密码已经还原了三分之一 由于这是最常用的一部分文字 所以日军往来的密电 有90%的内容都可以正确译出来 罗斯弗尔的从这些密电中发现 日本海军正在谋划一个惊人的行动 1942年 日军本来打算把原来的密码升级 改为JNL5C 可是当时日军在太平洋地区迅速推进 已经占领了大片的地区 南起南太平洋 西到东南亚 包括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要想把新的密码本 送到分散在各地的部队手里 那可不是几天搬得到的 因此日军只好把新密码的启用时间 推迟到六月 这样他们在中途岛作战准备期间 大量的电信来往 就只能使用原来的密码 JNL5B 这样一来 美军就有了可乘之机 1976年的美国故事片《中途岛》 对罗斯弗尔的他们截获日军密电 有声动的描述 5月20号 罗斯弗尔的从截获并破译出来的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下发给各个部队的长篇电话中 掌握了他们的作战计划 只是在计划中 关于进攻目标 日军始终使用一个代号 AF A F 这个AF到底在哪儿 究竟什么地方 才是日军下一个准确的进攻目标呢 经过分析 罗斯弗尔的认为 AF就是中途岛 我们来看看地图 中途岛 估名思义 就是在什么地方的中间 不错 就是在太平洋的中间 中途岛 中途岛位于太平洋中部 北纬28度3分 西京177度22分 由于它位居太平洋 东西航线的中间位置 因而得名中途岛 中途岛由周长24公里的环礁组成 陆地面积约5.2平方公里 距日本2800海里 距夏威夷903海里 美国人在岛上修建了空军基地和潜艇基地 这样中途岛就成了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屏障 根据长期以来截获破译日军的电文 美国人知道 日本人通常用以A打头的两个字母 来指代太平洋地区的某个具体位置 比如AH是珍珠港 AG是马绍尔群岛 罗斯福尔的记忆里过人 他从耗入烟海的电门里面 找到一份1942年初的日军电报 电报上要求水上飞机从马绍尔群岛起飞 飞往珍珠港 里面还专门提到 注意避开来自AF的空中侦察 从地图上分析 AF只能是中途岛 但是这一仗 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 所以光靠推理和判断那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确凿的证据 怎么才能证明 AF就是中途岛 美军故意泄密 抛出右往日军倾巢而出 此同胜券再用 身处弱势的尼米军 如何对付志在立德的山本直立档案 继续揭秘 每三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有牙齿敏感 当你吃一个很冷的东西 喝着酸的东西 喝着吸口冷空气 都可能有很胆胀 很急促的一种疼痛 牙齿敏感疼痛 有的人可能容易忽视 舒适达是专门为 敏感牙齿 所研制的这样一个牙膏 它渗透到牙齿内的神经磨烧了缓解 应该是一天两次用舒适达 那么怎么才能证明 AF就是中途岛呢 罗斯福尔很快就有了主意 那这是个什么主意呢 电影《中途岛》里面 对这一段有这样的描述 罗斯福尔把自己的判断 告诉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 但尼米兹并没有马上给他肯定答复 中途岛 Jab Reconnaissance's pilot radioed his base that he's passing close to AF. Now, we plotted every possible course his plane might have taken, and the only appreciable landmass he could have overflown at the time was Midway. Joe...I know it's thin. Thin? Damn near invisible. But I've figured out a way to confirm it, sir. Now, if you'll have this flown to Midway, uh, it's a fake message, Admiral, reporting that Midway's freshwater condensers broken down. Now, it should be transmitted in the clear, so there can't be any question about Japanese operators getting every word of it. Instruct Midway to include that in their housekeeping traffic too long. 這個主意有意思,聰明,日本人上鉤了. 日軍很快通知主力進攻部隊, 攜帶更多的淡水進化器。 5月22號,美軍截獲了日軍的電溫。 這就證明了,華盛頓海軍情報處的分析錯了。 而Rochford他的判斷,對了。 日軍下一個進攻目標是中途島。 日本人這個計劃,代號是米。 是由山本五十六親自主持,聯合艦隊司令部制定的。 總負責人是聯合艦隊參謀長宇元禪。 宇元禪在日記中對這個計劃的思路是這樣說的。 今年六月以後,我們應該攻佔中途島,約翰斯頓和帕爾米拉。 派空軍上島,派聯合艦隊進攻部隊攻佔夏威夷。 同時逼敵艦隊與我決戰。 日軍的進攻目標是中途島。 其實這只是個誘餌。 因為按照山本五十六的如意算盤, 只要一打中途島, 尼米茲的太平洋艦隊就必然會來增援。 這時候,事先埋伏好的日本軍艦會突然出現,幹掉它。 日本聯合艦隊計劃在夏威夷和中途島之間, 用潛艇在前面組成一道警戒線。 監測所有從珍珠港開往西方的船隻。 接下來,一支在北方牽制的艦隊, 將襲擊阿流山群島上荷蘭港的美軍基地, 然後佔領吉斯卡島和阿圖島。 這是美軍在防禦鏈條上最西邊的島嶼。 當美國人集中在阿流山群島的時候, 由艦隊副司令南雲中夷海軍中將率領的 航空母艦上的空中力量, 就會撕破中途島的防禦線。 然後用運輸機運送五千名士兵登陸。 最後, 當尼米茲太平洋艦隊從珍珠港出發, 企圖救援的時候, 事先潛伏在幾百英里之外的山本五十六的主力打擊部隊。 就將和已經在中途島的艦隊集中在一起, 全面打起太平洋艦隊。 山本五十六這一次出動了全部的日本海軍和海軍航空兵。 他這是孤注一掷,準備再讀一把。 當然,從實力對比來看, 山本五十六的勝算比尼米茲確實要大。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軍力對比。 尼米茲只有三艘航空母艦, 而且有一隻是被打傷了的。 山本五十六有八艘航空母艦。 巡洋艦的對比是8比20。 驅逐艦的比例是14比60。 潜水艇是19比15。 但是與山本的十一艘戰列艦相比, 美軍在這方面是零。 如果說優勢兵力和武器裝備是取勝的唯一因素, 那麼日本人在中途島戰役中, 就應該取得迅速的壓倒的勝利。 我們這裡找到一篇日記, 是日本聯合艦隊參謀部年輕的三合哨作寫的。 時間是1942年5月16號。 在這裡面, 他滿懷其情地寫下了下面這些話。 我們來看一下。 艦隊使過刺刀尾防, 繼續浩浩蕩蕩向東開進。 這是日本帝國海軍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原證。 艦隊傷至司令下刀士兵, 都感到勝券在握。 山本五十六的作戰計劃, 可以說是完美無缺。 不過有一個情況, 他不知道。 那就是,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將軍, 對他的作戰計劃已經了如指掌。 就算他已經知道山本的作戰計劃, 可他手裡的兵力和山本的比起來實在差得太多。 那麼, 他怎麼來打這場, 必須是以少勝多的戰役呢? 根據檔案記載, 事實上, 尼米茲首先面臨的難題, 是來自美國軍方高層的懷疑。 華盛頓在收到他的作戰計劃後, 馬上派了一個特別員飛到夏威夷, 告急他說, 這一切可能都是日軍的陰謀。 打中途島很可能是山本五十六的圈套。 但是, 尼米茲並沒有盲目聽從上級的命令, 因為他確信, 羅茲特提供的情報是準確的。 他決定, 在中途島給山本五十六致命的遺跡。 尼米茲用特殊備用密碼, 把山本的作戰計劃大綱發給了海軍將官們。 材料中, 不僅有日軍艦艇的行動路線和時間表, 而且還具體說明, 6月4號這天, 日本航空母艦將從西北方向方位325度發起進攻。 時間是中途島時間, 早上六點鐘。 針對山本的計劃, 尼米茲給他設了一個圈套。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南運的戰鬥機離開航空母艦去進攻中途島的時候, 美國的三艘航空母艦上的戰鬥機, 就去炸日本的航空母艦, 給他先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大戰即將來臨, 只不過這個時候, 一方對局勢了如指掌, 而另一方, 就完全蒙在鼓裡。 日本海軍南運中將, 下達了進攻中途島的命令。 美國隨軍導演拍攝的紀錄片, 留下戰爭實況。 他們這樣費力地來回倒騰, 炸彈與絕類, 恰恰是給自己安排好了啊, 分手。 檔案繼續揭秘。 1942年6月4號, 清晨4點30分。 日本海軍南運中將, 下達了進攻中途島的命令。 我們來看看, 日本隨軍記者拍下的畫面。 第一架零式戰鬥機滑過跑道, 甲板上的士兵齊聲歡呼, 為他鼓勁。 接著, 八架戰鬥機相繼起飛。 然後是十八架D-3A-1990俯衝呼嚇機。 然後是九九十呼嚇機。 猛軍方面叫做B-A-L-5。 十五分鐘之內, 總共一百零八架飛機, 從四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 飛行編隊以壯觀的環形隊列 繞艦隊一周。 然後朝著東南方向的中途島直撲過去。 一九四二年六月, 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中途島附近的海域 展開了一場殊死決戰。 從雙方的裝備和參戰人員的素質來看, 日軍佔了明顯的優勢。 他們不僅有當時最先進的飛機, 三菱製造的零式飛機, 還有大批身經百戰的飛行員。 而美軍呢, 大部分士兵都是新手, 剛剛參戰不久。 戰鬥素質和經驗基本上是空白。 那他們有什麼呢? 他們有復仇的決心。 我們這裡有一段錄音, 是參加過中途島海戰的美國飛行員哈里皮埃爾, 在1990年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的。 我們來聽一下。 1942年6月4号清晨 日本攻击机群直扑中途岛 可以想象 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 将怎样的对中途岛狂轰滥炸 不过想象归想象 真是来得更可靠 我们这里有一段现场实录 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 出自美国著名导演John Ford John Ford带着16毫米的摄影机 跟着美国海军 本来要拍一部纪录片 没想到正好碰上了中途岛之弹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过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John Ford 依然为我们记录下了 这些珍贵的画面 轰炸机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 频频俯冲 黄轰滥炸20分钟 岛上建筑油库和一个海上飞机库 都被炸中了 可是日本轰炸机偷袭中途岛 想要消灭的是对方的空军力量 可这个企图却落空了 他们能找到的轰炸目标 不过是没有飞机的跑道 和空空的飞机库 岛上所有的飞机 这个时候已经飞上了高空 可以想象 拍摄这样的画面 该有多危险 因为这不是拍故事片 这是实战现场 导演John Ford 多年以后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 他有一段采访录音 我们来听一下 I wasn't ready and when the attack started I had only an IMO a 16mm camera the image jumps a lot since the shells were exploding right next to me I was close to the hangar lined up on it with my camera figuring it would be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ey got a Zero flew by about 50 feet over it and dropped a bomb and hit it the whole thing went up I was knocked unconscious I had my elbow and my shoulder full of shrapnel just knocked me goofy for a bit however I managed to come too long enough to finish off the job 就这样 日军的第一次空袭 扑了个空 他们当然不知道 美国人设下的空城计 是个圈套 他们更不知道的是 所有的美军飞机 已经在路上 就要干掉他们的舰队 七点 南云中将 收到日军攻击机群 发回来的电报 对中途岛 需要第二次攻击 南云还没来得及 做出反应 七点十分 日军舰队 最前方的驱逐舰 发出了奇遇 发现敌机 日军舰艇的围杆上 升起了信号机 警报声 响彻海空 美国电影《中途岛》里面 直接用了John Ford的纪录片 来展现战争场面 非常震撼 美军六架 美军三架复仇者鱼雷攻击机 和四架B-26轰炸机 在赤城号航空母舰右旋出现 这是从中途岛起飞的 第一批美国攻击机群 他们从1200米高度的云层中 钻出 但是这几十架美国飞机并没有对日本舰队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南云判断 这些美国飞机一定是来自中途岛 南云赶到必须尽快消灭中途岛上美军航空力量 再说刚才收到的从攻击机群发来的电报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最后南云终于下定决心 再次进攻中途岛 可是要袭击中途岛 那就得折腾了 因为停在赤城加贺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飞机 得先用升降机降到下层甲板 这样才能把鱼雷卸下来 把高爆炸弹挂上去 南云中将中途岛战役前线指挥官 在整个战役中 南云在茫茫大洋上指挥作战的依据 主要是根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 而恰恰是对情报的分析和判断一再失误 导致日军在战局上一步步走向深渊 日军侦察机向南云发挥的第一份报告是这样说的 十艘美国军舰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 时间是上午七点三十分 而在十五分钟之前 南云刚刚命令鱼雷机改挂普通炸弹 机械兵把这些飞机从飞行甲板往下面降的时候 航空母舰上到处是一片又紧张又混乱的气氛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 仅仅过了十五分钟 就传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美国舰队离他们只剩下了三百二十公里 如果这十艘军舰里面有航空母舰的话 那吧 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 就有大麻烦了 因为赤城加贺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鱼雷机 这时候几乎全都在下层甲板 重新装挂高爆炸弹 所以根本不可能立即出发去攻击美国舰队 而且如果对方有航空母舰的话 航母上的飞机可能已经出动了 七点四十五分 南云下令鱼雷机暂停换弹 他需要重新估计一下形势再判断 可是还没等到他做出新的决定 美军飞机第二次袭击又开始了 七点五十五分 中途岛的后续轰炸机群 飞到了日军舰队上后 美军多种机群开始轮番轰炸 先是鱼雷机 然后是俯虫轰炸机 还有高空重型轰炸机 美军这两次攻击 虽然没有给日本舰队造成太大的损害 可是南云心理上却有很大的压力 使他感到中途岛基地实在厉害 而且这也打乱了他的作战计划 八点零九分 南云收到侦察机发回来的第二份情报 十艘美国军舰有五艘巡洋舰 五艘驱逐舰 南云一听马上做出判断 那就是说没有航空母舰 那对他就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于是南云下令 准备继续攻击中途岛的地面目标 甲盘上再一次陷入混乱 飞机继续卸下鱼雷 换装普通炸弹 可十分钟之后 南云又接到第三份情报 发现敌方舰队 好像有航母尾随其后 好像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可这种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南云马上下令所有飞机立即停止装弹 马上把鱼雷挂上去 连续发布截然想法的命令 鱼雷是卸了又挂 挂了又卸了 卸下来的炸弹为了争取时间都堆在甲板上 没多久 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回来了 还有在天上护航的战斗机还要下来加油 这样使军舰上忙得乱七八糟 时间紧 根本没有人去收拾那些放在甲板上的炸弹 一个小时以后 所有的攻击机都挂上了鱼雷 南云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这样费力地来回倒腾炸弹鱼雷 恰恰是给自己安排好的分场 1942年6月4号 三十二架美国海军无卫式俯冲轰炸机 在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少校的率领下 早晨七点多钟就从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十点二十四分飞临日本舰队上空 在这之前 由于南云的突击舰队一度改变航向 麦克拉斯基飞到预定的海域 没有发现物标 直到上午九点五十五分 他在高空发现了一艘掉队的日本驱逐舰 于是悄悄地围随着它 二十分钟以后 飞机的燃料快用完了 再往前飞就可能回不去了 可他们依然不甘心 就在这个时候 少校和他的飞行员们 都从空中看到了海面的日本航空母舰 他正在掉头 转到迎风的方向 准备让舰上的飞机起飞 迈克拉斯基少校立即下达攻击命令 他命令李察德贝斯特上位率领的中队 去攻击看上去比较小的一艘赤诚号航空母舰 而威尔默加拉赫上位率领的中队 则跟随他本人攻击加赫号航空母舰 早就渴望为珍珠港复仇的美国飞行员 各个奋勇争陷 往日本舰队服从下去 大洋面上阵容庞大的战舰 组成一个巨大的环形队列 在护卫舰的当中 是四艘大型航空母舰 更让美国飞行员兴奋的是 航空母舰的上方和周围 护航飞机的影子他们都看不到 所有的飞机都整整齐齐地 排在航空母舰下班上 日本人似乎对他们死到临头的处境 一点都不知道 十一分钟终结太平洋战争 日本战后广报大劫 华盛顿情报处争名夺利 英雄类短 轻时兵长 档案继续揭灭 我们再来看一下 John Ford拍摄的现场战况 三十二架美国海军轰炸机 仅仅用了十一分钟的时间 先后继承了日军的三艘航空母舰 加贺号 士城号和舱空号 正是这短短的十一分钟 决定了中途岛战役的胜负 而这一仗实际上 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中途岛战役之后 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 避免挫伤国民的士气 日本海军对内全面封锁消息 所有商员回到横须贺军港之后 就被连夜送进医院 同外界完全隔绝 名义上让他们养伤治病 实际上把他们给软禁了起来 而赤城 加贺 飞龙和苍龙号 四艘航空母舰的幸存者 完全没有休假 就立即又被送往前线 凡是涉及中途岛海战的文件资料 一律被列为绝密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 有关中途岛战役的所有文件 几乎全部被销毁 日本当局对公众撒了个弥天大谎 说中途岛一战日军大获全胜 揭灭美军航母两艘飞机120架 6月10号 东京还为太平洋上的赫赫黄威 举行了提灯游行 当时东京的广播电台里 反复播送的是胜利的消息 我们的攻击 我们的攻击 对反航途中企图自杀谢罪 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连续三天闭门谢客 他一直在苦苦地死作 具有明显优势的日本海军 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惨败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原因其实很简单 日军所有的来往电文都被截获 密码被破译了 日本人在那自欺欺人 那美国人呢 更糟糕 对中途岛之战美军胜利 起了关键作用的罗斯福尔 后来却因为华盛顿情报处 由人争名夺利而遭到打压 饱受冤屈 无名钓鱼者应说 中途岛情报战中主要功劳 是华盛顿的情报战立下的 甚至不惜买通罗斯福尔的手下的人 做伪证 结果 尼米兹提出的军功奖名单 到了华盛顿后 罗斯福尔的名字被磨掉了 当年十月 罗斯福尔以需要专家意见为名 被戒掉到华盛顿 实际上解除了他的 夏威夷情报战战长之务 尼米兹将军听说后 勃然大动 因为他最清楚 关键时刻是罗斯福尔提供的情报 让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可是他的抗议也无济于事 最后 罗斯福尔被派到旧金山 去管理一个干船屋 他再也没能回到情报部门工作 英雄泪短 轻时明长 1985年 罗斯福尔被追授海军杰出贡献勋章 这时候 他去世已经九年了 1986年 里根总统向他追授 总统自由勋章 这是和平时期 给军人的最高荣誉 2000年 罗斯福尔的名字 被刻进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名人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